剛剛看到有觀眾想問 科技股Tesla Joey想問 想問 下點看Tesla還有沒有跌 我說一路跌一路上後 但都遲遲未行動 我想可能很多人都是這樣 是 如果你說Tesla就明白的 現在講其中一個Tesla是屬於科技股裏面有增長 不過它是介乎中間的 因為剛才剛才說的話 有一些是高增長有很高股值 但是沒有什麼盈利的了 你都很明顯看到未來那兩年至三年都沒有什麼 那些我們俗稱為虛的股票 那些就難了 但是Tesla就屬於中間的 大家高期望它都是高股值 但是它是盈利上由虛轉實的 比如以自由現金流來說 即是非貸款股票來説 它近這兩年是有的 也都會慢慢開始有 大家就有一個憧憬 覺得可能都可以的 就是它是少數可能有機會由虛轉實的公司 但是我覺得 現在的情況仍然要小心的 就是因為一方面就是電動車的銷售是OK的 但是早一季的業績的時候 當時都已經有預告到 就是說其實現在那個生產成本是高的 只不過暫時由於會計制度的關係 令到它的成本可以控制到 但是其實預計應該是未來兩季到 早至三季就會開始出現這個 由於通脹或者由於生產成本所產生的盈利壓力 這部分是會影響的 另外一方面就是一些短期的狀況 就是因為Tesla的老闆Elon Musk要買Twitter 而當中其實都牽涉到一些 就是起碼現在的這一刻都未能夠 就是市場仍然未能夠完全釋除 就是它會不會再沽售Tesla的股票 或者它會不會利用Tesla的持股來做一些融資呢 這兩部分如果有這些可能性都會仍然對Tesla的股價造成壓力 說得難聽一點就是市場有一點想逼股價落到一個地步 就是它不借了 才會再升上去 所以變成這一部分也會令Tesla的股價比較難去升 不過我同意的就是現在的Tesla公司基本上是可以的 但是氣氛上面就非常提及剛才說的科技股 又或者譬如說市場對聯儲局加息的貨幣政策 會不會覺得站過一段落 如果覺得會有這樣的憧憬 可能科技股要上升的時候 它就會是一個根性反彈的很好對象 這個一方面是這樣 但是另一方面也因為市場太過聚焦了 就是每個人都看著它 你預算它那個波幅一定會大得很緊要